个人感慨特别深刻 这一张刚刚小金所讲的 这一张大决院校里面呢 那么监控的相关的里面呢 有包括所谓的编辑采访假班 对不对 我刚好有就读四星 四星事实上就是编辑采访 我刚好也是假班 那么当然了 上面有个籍贯 还好我的籍贯不是这个 等于说不是我的籍贯 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一件成年的往事 在三十几年前 我在四星就读的时候 当年呢 那么事实上呢 没有什么这个什么 大时代的行政单位 没有这回事 其实呢很简单 就是国民党的时代 国民党的这个等于势力呢 介入军中 介入校园 介入警戒 介入所有的各行各业 不相信的话你去看 作家王鼎君的 回忆录第四本 在中广的时候 是如何的害怕被监控 害怕被人家 乌以谋反式匪谍 所以最后逃之夭夭 逃到美国去了 整个精彩的故事啊 那么当时四星的那个山洞 走进去以后 校门口走进去以后呢 最迎面而来 最大的两个砍棒就是 中国国民党的四星党部 他在大专院下里面 都设有党部啊 四星很特殊 为什么呢 我们去请假的时候 不是班导师帮你批加单 是教官 来了一个 上个礼拜才来的陆军教官 也就是他刚到四星 他不熟 结果我去请假的时候呢 他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 还误认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盖了张批了我的价单以后 突然间问了我一件事 他说你们班上的谢建平 最近跟谁 跟另外一位林静同学啊 那么现在是在从事防众的一个同学啊 两位 那么这两个 现在还没有在你的班上呢 发表反政府的言论 我心里呛了一下 但是呢 我不动声色 我那时候心里呛了一下 但是我不动声色 我就笑一笑说 没有 因为我知道他认错我了 你知道吗 各位他把我认错谁 他应该把我认错 是我们班里面的所谓的谢明吧 然后呢 我回去以后 都要勃然大怒在我们班上破口大骂 我们班竟然有人当这个 所谓的廖北啊 当谢明 而且显然就是把 刚刚说的谢建平啊 那跟林静同学 为什么特别讲谢建平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 后来我的同学谢建平 到了马祖去 有一次在晚上的时候呢 出去了以后 突然间故意紧急集合 然后以敌钱抗命为妖 判了他死刑 他从大学时代就常常 我们会在一起 这个发表一些 奇奇怪怪的言论嘛 我们自己年轻嘛 当然说也会发表一些 包括台湾独立的可能性啦 还是都会讨论这个事情嘛 就因为从大志心时期 就开始监控 后来发现他的监控资料 一大堆你知道吗 所以我绝对相信 这里面讲的是真的 这里面讲的这个咨询费用 对不对 还有谁在长期监控 不然我问你啊 那教官怎么会问我 那奇怪的是 更奇怪的是 我们班有国民党相关的 忠贞人士 当我在班上 破口大妈妈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永远忘不了 已经三十几年了 我永远忘不了 他斜着眼睛看我 问我一句话说 教官怎么会找你说这个 教官怎么会找我说这个 那他应该要找谁说这个 所以呢 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件事情啊 各位 你知不知道 国安局曾经承认 他每年都有拨一笔 特别的经费预算呢 直接拨给管教官的军训处 这笔钱是怎么用的 这笔钱是哪来的 然后要中断有什么部分 所以呢 事实上包括校园 全部被渗透 然后呢 我觉得更难过的事情是 竟然是由我不明就里的同学 到今天竟然还说 屋子我是自信里面的职业学生 我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讲过那段故事 我编那个班刊 台湾独立的故事 编那个探讨台湾独立的故事 戒严时期啊 结果呢 没想到最后呢 惹祸上身掉下机来 约谈了我的导师 郑美龄女士 我一直找不到 非常感谢我的导师 因为导师被掉下机 约谈了一整天 他保护我 所以呢把所有的责任扛 说是学生只是奉他的命 做一个班刊探讨 这样而已啊 那么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朱立人不是说什么 那是大时代的情治单位 做的所作谁 跟国民党没有关系 是 各位你们知道吗 国民党不是在校园跟军中 军中的时候 礼拜四的早点 礼拜四的举光日 早上看电视 下午分组讨论 国民党的在一起 非国民党的在一起 执行特别任务 像我们特种部队的 都是国民党员 连我都照过选举人名册啦 我是军中的特种部队 所以我凭什么照选举人名册 因为很简单 我是国民党的特种部队 为什么这样 特别这样讲啊 感慨非常的深刻啦 为什么 因为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么在那个年代所看 所作所为 朱立人不是说30年来 在金国先生 在蒋经国跟李登辉同志下 国民党已经民主自由吗 是 你放屁 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我们的警察单位 我们的警察单位 我们的人民保姆 不是只是打击犯罪吗 里面设有刘中心党部委 刑事警察局另外有一个党部委 台北市跟高雄市两个直辖市的警察局 也是有党部委 甚至有警察局的副局长 跟相关的警政司长 直接要参选 中央国民党中央委员 甚至为了要拼 中产委员大家 弄得非常不愉快 这个新闻是我当年 在自由时报用半个板 把它登出来了以后 上面才决定叫他们 暂停高阶警官 不要动作那么大 被机子登上了 一直到2000年政党轮替了以后 才把中国国民党的党部 赶出警察局 请问你今年不是2021年吗 那也不过是20年前的往事而已 你要知道 中国国民党要认真面对 自己所做过的一切 调查局 为什么昨天处展会有一个说明说 总共有3万名的这个姓名 因为调查局长阮成章 在立法院承认的 当时在他的主导下 他希望全中华民国的国民 500个人里面要能够 布建一个姓名 总共当年总共布建了 3万名的姓名 为什么知道 就是跟这个一样 有姓名咨询费 他们不叫姓名费 姓名费是警察吸收 姓名要破案的叫姓名费 他们叫咨询费 他们咨询费 一般咨询 特别是特约咨询 他们甚至有些人 还有专门的费用 各位也不过在5年前 5年前 一对调查局的夫妻 因为翻脸反目 所以做先生的去检举太太 A了三位的姓名咨询费 就没想到最后太太判无罪 你知道为什么吗 找了两位 一个是我们媒体记者 一个是立法院的高级文官 两个人一个月 一个领3万 一个领5万 两个被传出庭作证 他们证实自己有领 我告诉各位 媒体界的 媒体界的 5年前还在领 平面记者我们还认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你当年年轻的时候 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黄国书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你现在必须去承受 自己做过的事 最后做一个总结 你知道吗 有位南方硕先生 南方硕先生 他真有故事 你如果要知道 调查局跟台湾的情字弹 做了什么 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 情字档案 调查局的副局长 自己写的 调查局的副局长 里面自己写 他们曾经布建 想尽办法 要布建南方硕先生 要给他2万块 那时候他经济能力不是很好 因为他吃饭了以后 给了2万块的红包 拒收就拒收 他不愿意他拒绝 他们也想尽办法 要去布建谁 司马文武 拒收拒绝 所以你可以拒绝的 你不要以为每个人 每个人都像黄国书 讲的一样害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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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